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只能靠年轻人的诚意 和他们希望在一个社区服务 这种心态 弥补不足 那些保皇党在这里有很多钱 说到洛华村 我想起领会 现在很多商场在这里的商户 原本的小商户纷纷被逼迁 因为领会是不断嫁足的 从领会事件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民主党和民建联 是大力支持领会上市的 领会上市之后 造成的恶果就是小商户被逼迁 没办法在这里做生意 在这里住的人 就要捱贵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 将一个公有资产私有化的恶果 说到这个问题 大家就会想到 像一个大白杖 669亿 中文字幕提供 要不信心 在这某个吉他身上 在我身上 我身上的笑容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看着木材 在我身上 在你手上 在我身上 我都可以想到 His life is beautiful. 一切赫金。 我們去抗爭嘛。 這就是一個常識來的。 你更討厭我們在這裏搞事, 你能有辦法令我們撞在那裏便行嗎? 你沒的, 你一定要尊重少數的意見。 到最後投票都是你贏! 立法會的財委會, 我們是拖延了賭款。 但是拖延賭款打了拉布, 他遲早都是要拿上來立法會財委會通過的 現在只不過是給反高鐵的人 甚至給政府有一個空間 再去改善這個龐大的基建計劃 在現在立法會保皇黨佔多數的情況下 這個高鐵的撥款是一定通過的 但至少現在我們拖住他 令到那些反高鐵的人 和蔡元川關注組的人 他有個空間再去和政府談判 亦都給一些立法會議員 特別是民主派議員 又有個空間去和政府談判 以時間來換取空間 到頭來都是看一下那些受影響的人 究竟那個抗爭可不可以持續下去 這次我自己覺得最開心的 就是我們見到有很多年輕人 參與這個反高鐵的運動 這個是令我覺得受到鼓舞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運動可以帶出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就是政府的任何政策和民生有關的都不能夠闖絕上馬 未經過充分的諮詢和沒有考慮到受影響的人的問題 而去硬要把握眼上 當日投票的時候 這個石禮謙議員和何忠泰議員 是沒有申報到他們的利益 但他們也沒有投票 這個政策制定的過程 是一層層去的 是互為影響 一環扣一環 那任何一環出現違反這個議事規則 就構成一個程序上的不公正 或違反議事規則的話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我們浪費了一個小時 亦浪費了納稅人很多錢 我希望我們這個表決可以盡快進行 因為大部分香港市民都希望這個高鐵可以盡快上馬 能夠令到我們可以盡快深入這個國家的記錄網 亦都可以利用這條高鐵為我們的經濟帶來很多收益 我想是突顯了整個議會不公平 還有很清楚看到 現在我們的政府是完全不是幫我們市民做事 最早的預算是只有一半左右的 現在要加到700億 這個700億是一個高鐵 究竟有沒有必要呢 當然那些地產商 所謂富豪 他當然是覺得有需要 因為他可以借政府搞一個這麼龐大的基建 他們可以去賺到很多錢 但對香港的好處在哪裏呢 他們不斷強調 會製造就業 令到經濟繁榮等等 但我們想想 香港現在出現一個貧富懸殊 官商勾結 財富分配極為不平均 當然要受到軍庫很艱難 但至少要合理分配社會的財富 你每次把公有資產賣掉 港鐵又上市 接著現在你弄一條高鐵 還要入大陸 那為什麼 如果不進大陸 只是香港可以不可以呢 那你有這麼多鐵路 公共交通文書系統 基本上已經有足夠的需要 給香港的市民使用 那為什麼無端端要建一條高鐵呢 而這條高鐵是無底深潭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填滿去 而所謂的經濟效益 現在未必看到 但是經濟效益之外帶來的 那個所謂對環境生態的破壞 保育的問題 還有那些受這個高鐵 就是輕建影響的那些居民 無論是噪音 空氣污染 以及他住的地方的景觀 等等諸如此類等 這些問題為什麼不可以考慮呢 還有一塊這麼大塊錢 我們現在老人家 喂 福利又不夠 排緊那些護養院宿位 又不知排到什麼時候 排到死都沒有個位 是吧 居屋又不建 公屋又不加建 是吧 就是這塊錢 其實可以用在其他用途 就是對香港的幫助重大 但是政府偏偏就是 一意孤行 未經過這個具體 或者長時間的諮詢 就要上馬 將來為何能夠處理 令到這些交通可以特別疏到呢 又要再用多少錢呢 其實我應該不只是說 大國最小的牛股 就是將來深水埗的家 就是一個大洞 大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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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們去前半個公司 我們去理工不理你才可以 我們的生活是不是沒有需要那麼快 還有其實說真的 你不要說 為此的錯 我們香港人的公司 其實已經有很多是不信任的事 但大家都不會說 大家已經不想了 我覺得我們是人的 所以是都直接 大家14元為之 理性或者我們是